来 来了 不是不相信吗 怎么又来了 听说你对我上次的看诊 很不满意 我是来复诊的 什么看诊不满意 我说的哪个症状不准确 高院长跟你说的吧 对啊 他真是用心良苦啊 没这回事啊 怎么办啊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 这次相信再不成 他应该会死心了吧 同意 那就算达成共识了 还像上次一样 一个小时以后分开 好啊 就在这儿吃吧 往后餐厅 好 先生 您是 这行李套餐 是我们餐厅的特色 除了这五大精选的菜系之外呢 还有就是浓情蜜甜点 但是这个甜点是不可以单点的 听说你们家这个甜点 是一个网红款的吧 对对对的 但是我们家这个甜点呢 都是要提前两天才能预约的 但是两位特别幸运 今天呢有一位客人 他临时改约了 所以两位要不尝试一下 就来两份担任套餐吧 同意 好 稍等 好 很 好的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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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期待 甚麼事 我們在熬磅 就做了 我們在熬磅 在熬磅 我們在熬磅 我們要放尿 邊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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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多啡 交通 那个 边吃肉边看那个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看你手机 实在是太明显了 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 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画面 我已经吃饱了 我也吃好了 时间到了 我们也该就此结束了 我去买一单 对了 高院长那儿麻烦你跟他讲 我们不合适 这样以后就不用再相亲了 等等 我说你也太不照顾我的面子了吧 我毕竟是女生 就是你刚才那些话应该我来说吧 对不起 确实是我的问题 但我真的不考虑恋爱和结婚 干吗 是爱情受过伤 还是对爱情绝望了 都不是 因为恋爱和结婚在我这儿 不可能有结果 再说了 我还有那么多病人和手术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真是个好医生啊 行 我知道 对了 你送的这个包还实用 谢谢你 喜欢就好 以后身体有什么不舒服 需要寻音问诊 可以随时联系我 但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 我希望你可以永远不用找我 希望如此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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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